这无数令人印象深刻的泰坦巨兽 它们究竟是地球意志的化身 还是引发诸神黄昏的神奇 而哥斯拉又为什么要守护人类世界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场惊天动地的泰坦巨兽之战 为你揭开隐藏在黑暗中的真相 故事要从一场在夏威夷举办的科学研讨会讲起 这场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会议 由着一个让人光听到就瑟瑟发抖的主题 因为自从哥斯拉出现之后 蛰伏在世界各地的泰坦巨兽也纷纷醒来割据一方 它们之间偶尔爆发的冲突 让人类世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研讨会继续进行 但是海里却出现了异常 平静的海面突然居浪翻涌 库斯拉毫无预兆地登上了海岸 怪兽库斯拉是一头类似海猎西和暴龙的两栖类巨兽 拥有着哥斯拉的部分特征 强大的繁殖能力和猥琐发育的特性 让他在怪兽界立于不败之地 库斯拉在城市里肆意游走 锁国之处一片狼藉 就连地球防卫队的大规模武器覆盖 也不能阻拦他分毫 就在库斯拉打算反击的时候 他的身体突然被一道热情奔放的原子吐息击中 哥斯拉竟然也来到了这里 来自怪兽的本能 让两头庞然大物立刻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库斯拉虽然浑身包裹着坚硬的鳞片 但他根本就不是怪兽之王的对手 两招过后就被踩在了脚下 库斯拉还想垂死挣扎 但他锋利的爪子却只能从大哥身上扯下一块鳞片 下一秒就被愤怒的大哥给扔了出去 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块不起眼的鳞片却引发了一系列的灾难 在大哥狂暴的原子吐息过后 附近的房屋已经变成了残垣断壁 而库斯拉则利用挖掘天赋勉强逃脱 他想立刻离开这里 结果却再次被大哥追上 就在库斯拉即将在原子吐息中狗带之时 地球防卫队的大部队赶到了 他们朝着大哥发射了无数枚导弹 库斯拉也在爆炸的掩护中逃回了海里 而大哥也在怒吼一声之后 跟着他进入了深海 两头怪兽离开之后 地球防卫队开始收拾残局 指挥官伍德不仅在战场上 发现了一块哥斯拉的鳞片 还看到了一根从未见过的断肢 明显来自于某种未知的怪兽 这让他觉得事情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 伍德把哥斯拉的身体组织送回了总部 希望能研究出哥斯拉的弱点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全都在外星人的监视之中 他们才刚离开 一群戴斯特洛伊亚的幼虫 就爬上了总部附近的海岸 对所有生命机展开了无差别攻击 地球防卫队想呼叫救援 却发现距离最近的航空母舰 已经被怪龙曼达缠住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造价高达百亿的武器 被挤压成一堆废铁 曼达乃是东宝公司 叫出名的特色怪兽之一 是一头潜藏于深海的巨龙 曾有着毁灭了轰天号的战绩 在海里的怪兽不止一头 掉进海里的船员 全都进入了鱿鱼怪 杰索拉的故事范围 这明显是一场有预谋的进攻 果然在地球防卫队忙着 消灭代魔的诱冲的时候 一群外星人已经攻破了总部 把城放着哥斯拉身体组织的箱子 转移到了自己的飞船上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怪兽之王的基因 然后研发出能够制衡太惨巨兽的武器 因为只有消灭了所有的怪兽 才能轻而易举的占领这颗蓝色的星球 而在另一边 哥斯拉也感觉到了海上的异常 于是来到了航母沉没的地点 谁知道海里的怪兽并没有离去 瞬间就把他拖进了深海 在哥斯拉再次回到岸边时 已经伤痕累累 一道恐怖的伤口贯穿了他整个前胸 大哥倒在沙滩上 一群戴魔幼崽却从海里涌来 纷纷爬上他的身体 贪婪的吸食着血液 大哥瞬间清醒 愤怒的利用热射线 把身上的寄生虫全部化为灰烬 可是身后却传来了一声咆哮 戴魔的幼崽已经完成了冲突 在哥斯拉系列的电影里 戴斯特勒伊亚是一头 由无数幼体组成的怪兽 拥有从幼虫到完全形态武断变身 还能通过尾巴吸食其他怪兽的能量 实力非常的强悍 完全体的戴斯特勒伊亚从海中升起 直接发动了攻击 氧气毁灭光线和原子吐息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片致命的能量风暴 大哥此时有伤在身 根本就不是戴魔的对手 整场战斗都被死死压制 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死亡威胁之中 就在这时 地球防卫队的战机梯队赶到了 大片的导弹在戴魔身上爆炸 成功的转移了他的注意力 让大哥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而地球防卫队不知道的是 戴魔竟然是外星人制造的生物武器 如果他能击败格斯拉 那么地球将会唾手可得 就在这时 一头闪烁着五彩光芒的巨大鹅子 冲进了战场 摩斯拉来了 魔姐乃是怪兽界为数不多的正义使者 他代表大地的意志 守护着人类的世界 不仅是格斯拉的官方CP 也是当之无愧的怪兽女王 只是摩斯拉的战斗力并不出众 没坚持多久就被戴魔抓住 体内的能量也在迅速流逝 危机关头 奇迹再次出现 格斯拉咆哮着从海中站了起来 他竟然找到了航母上的反应炉 充沛的何能让他的伤势一扫而空 满血复活的大哥 瞅准时机把戴魔掀翻在地 魔姐也释放出了具有麻痹效果的电磁磷粉 但是却被戴魔使用变量切割击落 奄奄一息他还想顾忌虫尸 头上的独角就被格斯拉硬生生掰断 两头一直隐藏在暗处的摩斯拉幼崽 也加入了战斗 他们朝戴魔不断地喷吐丝线 把他困在了原地 戴魔分裂成无数幼虫 想挣脱束缚 却迎面撞上了催枯辣朽的原子吐息 消灭了戴魔之后 两头幼崽驮着摩斯拉离去 大哥也朝着大海深处走去 等待着他的将会是一场更猛烈的战斗 因为格斯拉感应到了外星人的最新动向 他们带着改造过的机械盖刚 来到了地球防卫队囚禁奥加的地点 并成功地把他释放了出来 盖刚是一个游荡在宇宙中的掠夺者 浑身上下都装备着致命的武器 而奥加乃是吸收了格斯拉组织的外星生命体 强大的力量和自愈能力是他最大的特点 奥加急于恢复身体便开始在城市的四处寻找能量 机械盖刚也在一旁保驾护航 没过多久 格斯拉就赶到了这里 谁知盖刚早有防备 立刻就利用外星科技困住了他 成为了奥加的能量来源 眼看格斯拉的能量即将被吸干 地球防卫队排出了战争兵器摩杰拉 摩杰拉和机械格斯拉一样 都是地球防卫队对抗怪兽的秘密武器 能够自由分解为战车和飞船两种战斗形态 曾经和大哥一起击退了太空格斯拉的攻势 摩杰拉朝着盖刚冲去 两头钢铁怪兽碰撞在一起 发出了惊天动地的轰鸣 摩杰拉竟然丝毫不落下风 就在两头怪兽忙着战斗之时 奥加发出了一阵猛烈的能量波动 他已经凝聚出了完整的身体 直接把摩杰拉撕成了两半 盖刚打算偷袭格斯拉 但是却被直接摔到了奥加身上 此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 刚刚凝聚出身体的奥加 似乎并不受外星人的控制 他打算吸收盖刚的能量力 而盖刚也立刻还击 两头怪兽就这样纠缠在了一起 就在这时 一个模糊的人影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飞进了奥加的体内 然后瞬间变大 竟然从内部把它轰成了一堆碎片 喷射机格来了 喷射机格是哥斯拉系列出现过的机器人 他虽然是由人类制造 却觉醒了超越机器的神秘力量 被看作是地球意志的化身 曾和哥斯拉一起挫败了海底人的阴谋 面对谨慎的盖刚 机格和哥斯拉迅速达成同盟 联手进行了一场惨无人道的讨伐 最后盖刚被大哥的原子吐息重创 拖着残破的身体逃走 可是战斗过后大哥的愤怒并没有平息 他把怒火转向了队友 结果被机格一拳打晕 然后丢进了海里 希望他能恢复清醒 而奥加的飞船也趁机回到了战场 开始搜集怪兽的残骸 却不小心把战场附近的地球防卫队成员武德 给吸收了进去 武德和同伴在外星人的飞船上拼命抵抗 就在即将苟待之时 飞船突然传来了一阵猛烈的晃动 竟然是喷射机格追了过来 他迅速打破飞船的外壳 然后带着两人逃离这里 动力系统遭到破坏的飞船 无法继续飞行 朝着太平洋方向缓缓地下降 在经过一座小岛时 被突然伸出的无数出手缠住 他们误入了毕奥兰蒂的领地 毕奥兰蒂是受哥斯拉细胞影响而变异的植物怪兽 在1989年被哥斯拉击败之后就失去了踪迹 谁知道却隐藏在了这里 刚好截住了外星人的飞船 下一刻哥斯拉再次出现 他竟然一直跟着外星人的飞船 一道原子吐息过后 毕奥兰蒂的触手被烧断 飞船也坠毁在了原地 化作一团璀璨的烟火 毕奥兰蒂还想袭击哥斯拉 但是却被狂暴的原子吐息所淹没 外星人的阴谋 被哥斯拉和喷射及格联手打破 泰坦巨兽之间的战斗也告一段落 但在海洋的深处 还隐藏着一群深海人 他们是外星人的同伙 也是曾经控制怪龙曼达和泰坦巨水龙 摧毁航空母舰的幕后黑手 他们侵略地球的野心并没有停止 也许在未来的某天 就会再次控制着巨兽卷土重来 但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大山 整个头跟沙传 这会是拥消魂的